好 我們來看 說這是香港的獅子山上面出現的那個雲 那個雲 有個廢點 從下面開始捲 有個廢點在下面開始捲 開始捲 就慢慢捲 這個雲呢 從那個日本那個我零排故人來看我那個產生的銀是一模一樣的 都在下面捲 下面再往上捲 那個廢點 下面往上捲 然後我前面的零排說好幾次 說到那個康熙皇帝的那個他的畫像 紫珠的畫像 荒唐荒唐 那時候還在說 就是他在那個廢點在下面轉 轉 轉 轉了一個 然後那幅畫就上去了 不是因為鋒利而轉上去了 是一根繩子 你知道嗎 我們有經常看到那個一根繩子穿過一個叫胡蘿 是叫胡蘿吧 穿過一個繩子 然後拉下來 拉下來 拉繩子的時候一個東西就掛上去了 就這邊拉繩子這邊就掉上去了 相當於那些要送到天上去的 其實有種方法 我說的那個前面的零排當中 我講到那康熙皇帝的畫像 在風流抖完頭 那個腿要抖完頭的畫像 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廢點在旋轉轉的時候 首先是收繩子 收繩子 我們有時候看到那個一圈 一圈繩子 用機械的方式再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就把它拉起來 拉起來 再拉起來 康熙皇帝的那個 拉起來 拉起來 拉起來的時候 它在旋轉 在拉的時候 就 這邊就形成了 轉的過程當中 形成了那個雲 這樣就廢點在轉 廢點在轉 然後這邊形成了廢點雲 這邊就康熙皇帝的 在臨界 把康熙皇帝的那個畫像就掛起來 甚至拉到天上去 就把它帶走的意思 正在帶走的時候 正在帶走的時候 我就其中有個靈牌 我說那康熙皇帝在 在 這個畫像在掛起來的時候 它突然看到日本了 突然看到日本以後 它收一匯滿 收一匯滿 正好 那時候就 安北經常中槍的時候 正好就在那個時候 這個有一個靈牌 有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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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粒會 如果去找的話 能找到記起哪一粒 當然要花點時間 要花點時間 不過 稍等 我這邊很快會把它找出來 是記起哪一粒 記起哪一粒 就是這一粒 這一粒的時候就 就產生了 那個 說獅子上 獅子喉 那個 那個場景 因為我 因為那次的重點 是在表達那康熙皇帝這個 這個像 這個畫像 不是在飛碟上 這個畫像 這個作為一個重點 今天的是 是那個 是 今天的重點是在那個 飛碟旋轉上 實際上是同一回事 頭前面的那個 就是 6337粒 頭地不舒服 上面說那個 那個 全龍皇帝像 看到 日本 不是 一個 小國 其他 暗魅精神 而且這個裏面呢 我那個 康熙皇帝和全龍皇帝呢 我 我寫的十個 林牌的十個 寫的一個 康熙皇帝 這裡寫的 寫的一個 全龍皇帝 為什麼呢 它兩個像在換 你知道吧 兩個換 互相之間在去換 我眼睛看到 一開始的時候在換 和 後來之間在換 掛上去好像在去換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改了一下 就改了一下子 當然也有人發現了這一地 問我 實際上應該來說 我也就看到了 一開始看到康熙皇帝那個像 到後來的時候又變成那個 後來一起又變成那個 全龍皇帝的像 全龍皇帝的像 但康熙皇帝賺的時間長 那我把它再改回去 是康熙皇帝的像 知道了 再見 再見